赵本尚老师说 人生在世恰指算总够三万六千天 之所以人生短暂 那很多第一次就值得记忆 我的第一次给了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第一次以建华商的身份参加房车展 明年的房车消费节你们准备好了吗 咱们先去看看 他们部展的人准备好没有 哎呀每次看着这个诺马蒂森 都觉得哎呀买不起 但是好扯 我先拍一下啊 第二十届北京房车世界消费节 你房车你得消费 不消费过啥节呀 是吧 这就是明天的展会的入口 赶紧过来消费 回来了 我昨天看你的视频 这是展会的入口 很多车友就问说 需不需要买票 不用买票 一个身份证就可以 然后在这登记 在那安检 安检完了之后 从这个方向进来 进来你能看到 刚才跟徐东打招呼吗 徐东出去一个半月 亚欧之旅 开这个大石的无计方车 好我们再往里面看看 到这个时候 如果再不去瑞福的展览 就有点不带劲了 你看看 你看看 说瑞福瑞福就到 叫2900多熟悉啊 在新疆西藏内蒙开了一个多月 不知道明天的忍气咋样 来先跟瑞福拍个照 和个影 耶 明天来看展会就到这 看看 哈喽 哈喽 不好意思啊 迟到了 迟到了 明天发一台车 你们从哪来的 哈哈哈哈 哎呀 请你啊 你是从家运福来的吗 我从二迷过来的 运福所有的车型 在明天 在这个展规都能看到 大家如果想买瑞福 就来吧 这个房车消费节嘛 咱们大家的努力消费 但是消费呢 是要有一定的保障的 怎么保障的 就是好的车的品质 然后好的售户服务 肯定看到这有人会说 老板你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那我的第一次都给了瑞福房车了 怎么能不自卖自夸呢 是吧 咱们突击采访一下 突击采访一下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瑞福房车的 北京的经贸商 未群未走 我现在就问一个问题 咱们快问快答 明天能不能给个最低价 能必须能 耶 你看从我们瑞福的展位出来 然后那是大池 这两个大一匹记住了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空地 你会发现 都知道什么时候了 怎么还能有空地呢 因为我们离得近 所以我们不然就不着急 明天上午 你们到这看的时候 这块就会有两台舒服家 房车是不同的布局的 明天我大部分时间是在这 大家如果想看看 舒服一家的700片行卡房车 就来这找我 因为是长仙的视频 所以我们要看看 给大家介绍一下 都有哪些房车厂来了 刚才我们也说了 瑞福来了 然后这边是康派斯 这边是威尔特芬 然后这是大池 视频的开头 不也跟旭东打招呼了吗 开着大池的无级房车 一个半月走了亚欧 所以如果你也想买旭东的大池的无级房车 那你也可以明天到大池的展位来逛一逛 当然了 你逛完之后出不出国 这个事你自己说了算 来来来冷重的介绍一下 还认不认姐夫了 认不认姐夫 这我小舅子 买大池房车找他 我们去别的地方再继续逛一下 大池这几年 硬是被大家号称价格屠夫 还有的人说 我就看他能停几年 其实人家停的还挺好 然后顺我的手 咱们这边看 懒重房车 这是懒重房车的展区 在中国皮卡房车 咱里说懒重还是比较头子的 对吧 也做出自己的大IP了 然后这个对面 就是我最早用的那个房车 就是赛德房车 每次房车展毋庸置疑的 就是大通永远是最显眼的位置 最好的位置 然后它的展区也是最大的 因为目前从上盘量来看 大通确实是整个这个 上盘也是比较多的 然后阿姨赛德的 一般就是他哥魏航 咱别的该说不说 达哥的自媒体 做的是挺好了 你就想想房车老板都来抢自媒体的饭了 那自媒体人家不转行干啥去 是吧 然后这个对面是龙翠房车 这龙翠房车 当时我去过他的商丘工厂 整个生产线 其实也是做的非常非常的好的 那么龙翠房车这块就是 虽然说 在产品上是竞争对手 但私底下其实都是特别好的朋友 就是满豆爸爸刘俊的瓦纳卡 瓦纳卡方车 瓦纳卡现在用的是现代圣土特底盘 也有700P的底盘 而且瓦纳卡又有很多车友用这个700P的方车 所以说如果你喜欢700P这个底盘 其实可以瓦纳卡和舒服一家都可以选 刘俊人不错 我相信车肯定也是不错的 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看看 因为现在都处于不展的阶段 你看兄弟们都期待在眼前 明天都打算卖车给你们 来都祝你们大卖 大卖大卖 霍夫勒 霍夫勒的老板是曾经送电方车的总经理 我们都管他叫总裁 也是一个特别好的大哥 也算是房车的老炮了吧 主要是做进口伊卫克的底盘的 然后这边长安 其实中国房车虽然说现在很痛苦 但未来一定是有发展的 因为你看这些主机厂 他们已经开始进入了 就证明人看好了未来的市场 是吧 这两年房车市场持续的低迷 一些小的房车厂是没有活下来 但是你像亚特这种都活下来了 实话实说 无论是价格战也好 还是市场内卷也好 当实话实说 有实类的房车厂价能挺下来 挺几年 然后一些小的不遵守行业规则的 那么就逐渐的被市场淘汰了 这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个好事 好了 这期长期爱的视频就跟大家聊到这 展会期间我一直在 欢迎大家来喝茶聊天 拜拜 拜拜